特雷斯同学的串讲 转场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看作业时候不单是老师点评 你们自己也要看 看着其他同学作业跟你自己的作业 你们要做一个对比 觉得别人好的地方可以借鉴 怎么去学习 不好的地方就不要学 然后怎么去弥补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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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莱斯同学这个转场做的 有些地方还是有些瑕疵啊 我感觉还不是特别的流畅 还有先放着啊 先放着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 刘军同学的 没有声音吗 没有声音吗 有声音吗 这个刘军同学第八课啊作业啊 上次没声音是吧 这个作业啊 我觉得问题很大啊很大 首先第一个我们学软件啊 学了这个软件之后我们要怎么去运用 然后我们要尽量的提高我们的审美啊 要尽量提高我们的审美 审美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啊 也是一个一个巩固和提高 这个作业呢 我觉得你 呃 软件还是没问题啊 运用还是没问题 唯独就是这个审美有待提高啊 你像这个字 这个黄色的这个字啊 不好看你知道吧 第一个颜色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这个颜色一般是卡通 你做卡通片可能就用这种字体颜色啊 第二个是这个字体也难看啊 这种字体太丑了 这一换一个字体好吧 这个字体不好 然后还要加这个演唱是谁 什么作词作曲啊 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加好吧 所以这个得完善 这个作业啊还是不行 嗯 好 黄一生同学作业看一下啊 好 黄一生同学这个作业啊 首先 排版我觉得没问题啊 排版还是挺OK的啊 挺挺挺到位的 呃 唯独就是也是这个颜色啊 这个颜色 还是有一点丑啊 尽量不要用这种红色好吧 啊 不要用这种红色来作为那个边框好吧 那个描边 红色有点难看啊 难看 嗯 换一个 这个字体啊也可以换一个啊 啊 但是你这个红色呢 呃 还是OK 呃 这种一般的但是有一点那种 复古啊就是有点 呃 比较老旧的那种复违在里面啊 老旧的那种气氛 还有那种香港啊老电影的那种感觉啊 就用这种颜色的字体 呃颜色的字体 展示 呃排版还是没问题啊排版没问题 就是没有那么的有感觉啊 没有那么的 感觉到高高大啊高大上是吧 啊 啊 后面不看了啊 还是字体的问题啊颜色的问题 啊看一下黄一生同学的这个转场作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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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转场还可以 转场的效果运用来可以 比较有感觉 看去也是节奏也卡到点上了 特别是前面 OK还可以 韩风同学 韩风同学 这个可以 这个排版 这个字体做的还可以 这个字体丑 这个字体有点丑 字体换一个 字体换一个 然后也不要用这个紫色 有点丑 这个描边 太单薄了 这个字体太单薄了 看下转场 这个字体会让我们看下转场 就会做一个紫色 小石体会让我们看下转场 这个人 这是我们看下转场 那不是我们看下转场 的那就是我们看下转场 OK啊 韩风同学这个转场没问题啊 转场做的挺好的 同学们可以借鉴一下啊 可以学习啊 韩风同学把我们之前所学的课程的内容 所学的课程内容全部都运用上了 包括之前所学的不是转场之外的 第几节课来着 做了个卡通的那个 他也运用上了 这个就是利用所学的知识 所学的知识 你看这个就是 有没有印象 你们看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我前面讲的 前面课程上讲的 他都运用上了 他把所学的知识都运用自如 运用上了 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 大家都值得学习 知道吧 这个啊 他也运用的啊 对吧 你看 这都很漂亮啊 他这个都做得很好 啊 这个地方 啊 这都很不错啊 我觉得啊 啊 还有包括这种 这种光效专场 啊 还有那个都是 这都是我们课程上面学的 实打实的 实打实学的内容啊 是不是 OK啊 韩文同学挺不错的啊 大家可以跟韩文同学多学习啊 看一下依旧同学啊 字体换一个颜色 哎 依旧同学这个字体换一个颜色啊 不是很明显 看不太清啊 看不太清楚 呃 换一个比较突出点的颜色吧 然后你这个字体排版有问题啊 你这个字体排版 我觉得我知道你是想搞创意一点 但是这种排版很丑啊 这种排版很丑 多看一下别人的啊 这种排版不好看 不好看不好看啊 换一种排版方式啊 然后还有那个 嗯 做词做曲啊 那些玩意啊 都要打上去 嗯 好 好 看依旧同学的转程 注意啊 音旧同学 你这个转场作业你的音频是不是调过啊 音声音很小啊 你肯定把它调小了 然后这个转场啊 这种转场不好看 说实话啊 虽然你看很多东西我都教了教了你们啊 但是有些东西我教你们啊 教你们并不代表你们就一定要用啊 还是要根据审美来 你像有些东西教你们的 因为有些是零基础 只是要你们了解 你可以不用的啊 你用尽量用高端一点的啊 用高端一点的转场 你像这种转场 你那这种片啊 自带这种转场 这种转场一般是做PPT 啊 做那种图片才会用啊 比较老旧啊 也比较out 啊 尽量不要用 那这种很丑啊 很丑 那这种转场都不要用啊 这种转场已经不好看 啊 你已经太旧了 呃 依旧同学你用的基本上都是那种 那种图片式的转场啊 比较简单的啊 你可以借鉴一下韩峰同学的作品啊 然后 呃 借鉴韩峰同学作品 然后 呃 把老师教你们那种更深入的转场方式啊 运用上去啊 就会更精彩一点 比如这个光效转场就不错啊 根据节奏啊 你多用其光光效转场都好看一些啊 比这些好吧 啊 还有在改进啊 看一下这个同学的啊 啊 啊这个小一点太大了啊 太大了 只要这么大就可以了啊 不要太大了 太大的就显得丑了啊 字体也可以稍微换一个啊 换一个字体 然后这个同学很聪明啊 他知道这个白色啊 可能不凸显对吧 他他加了一个萌版 看到没有 加了一个萌版 啊 灰色的萌版 做背景 然后就这个白色比较突出一点啊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啊 这个还是比较聪明的方式 的 对 n 好